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要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 Auto Shift 加 T Time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跟这个都是虚 就是底色是什么 是就是灰色灰色 所以呢它可能会有 就是假设今天我们的那个时间要是更改 它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做更新 好 可是这个会不会做一些修改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这是直接去抓出系统时间 这个是透过打字的方式打出来的 所以当系统时间改变 这边就会跟着可以做更新 好 所以这边再一次的强调讲一下 快速键是Auto 加 Shift 再加 Date 的 D Auto Shift 加 D 好 那 接下来如果你要现在的时间 Auto 加 Shift 加 T 这就是现在的时间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那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用快速键输入 现在的日期 现在的时间